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看高二练习二的最后一题 首先呢,这一题题目说的是一个斜坡上的物体 这物体呢叫P,它的重量是10牛顿 然后呢,在第一个情况下呢,它是介于 就是它一动一点点,它就要滑下来了的 所以它已经处于一个快要滑下来的状态时 那它的最大净摩擦力 它最大净摩擦力相关的这个净摩擦系数是多少呢 所以这个FS呢,其实是最大净摩擦力来的 那当我们在讨论这个状态时 其实它是一个合力为0的状态 任何东西在动起来之前 都会经历过一个初速为0这个moment 在初速为0的时候 我们会说它所受到的摩擦力 就是净摩擦力的最大值 又或者说呢,它处于一个 just able to rest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它的摩擦力是最大值 净摩擦力是最大值 所以这个状态下,我们把 W去做分解 分出了mgc30和mgcos30度 合力为0 所以Fsmax会等于mgc30度 再把净摩擦力 Fsmax用μsr来表示 r带入mgcos30度 r在这边嘛 它会等于mgcos30度 最后就可以求得μs了 而第二个情况呢 它是有一个向下的 1ms复合加速度的 所以在这个加速度之下 它肯定不是合力为0 它是合力等于ma 所以同样的分析受力图 现在的摩擦力是动摩擦力 那你就用mgc30度 减掉反方向的动摩擦力 会等于ma 那带入所有你可以带入的条件 最后就可以求得 这个μ了 它是μk 下来 B小题 在这一题里面呢 把斜坡放平了 同时在p的上面加上x 在第一小题的题目里面呢 它提到的状况是 minimum weight of x 但它现在的状况是remend at rest 所以说呢 x本身没有在动 如果我们分析x的受力呢 就只有向下的w 比向上的r 并不存在这个向左的摩擦力 向右的摩擦力 那既然x本身没有向右的摩擦力 那它跟p之间 对于p而言就也没有向左的摩擦力 所以xp之间在第一小题是不存在摩擦力的 但p跟桌子之间呢就有摩擦力 因为是这个向左的p与桌子的摩擦力 抵消了向右的tension 但不是xp之间的摩擦力 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我这边想什么 因为x本身没有在动 所以x本身呢是没有受到摩擦力的 那我们在分析受力图的时候 就单单看q和p就好 因为at rest 所以对于q而言 q在这里 向上的tension等于向下的重力 对于p而言 向右的tension等于向左的最大净摩擦力 为何摩擦力是最大值 因为我要求的x是最小值 那x越小你的摩擦力就 越接近那个极限值 那最小的x呢 因为x压在p的上面 所以它给p的重力呢会影响摩擦力的大小 那x的重量 代入进来r这里 就可以求得wx是多少了 那下来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 它问你y的重量是多少 我们分别分析了q加y 所以它是二力平衡 向上的tension等于向下的重力 再分析x 在这里 x x有四个力 向左的这个tension呢 其实我们没有要去考虑了 但现在的x就有向右的摩擦力了 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我们说这里 你的x是没有摩擦力的对不对 这里的x只有重力跟r 那再来p 既然x有一个向右的摩擦力 那p也有一个向左的摩擦力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力 同时p跟桌面之间也有另外一个摩擦力 它还有向右的tension 现在呢 这整个物体都是合力为0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匀速 匀速则代表a等于0 所以加速度为0 像我们先看t2 向上的t2等于向下的这两个w之合 把这关系带进来 看p的受力 两个向左的摩擦力等于向右的tension 那分别带入所有的移植条件 这里比较特别的是 这两个r是不同的 对于fxp而言 你要带入的r就是x这个受力图里面的r 可是对于fp而言 你要带入的r就是p的受力图里面 这个r2了 r2的大小会等于wx加wp 最后就可以把y给算出来了 这里要更正一点 这题的答案呢 是4.9 不是4.96 对于是4.96 5.90 4